观点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 欢迎您收看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宇 首先带您关心台积电赴美设厂进度备受关注 经济部长郭志辉本周表示 台积电美国厂进展顺利应会如其量产 那么经济部也定下目标 AI软体应用领域 台湾未来要解禁全球前三名 Semicon国际半导体展在台湾盛大展开 亚利桑那商务管理局率领超过30位来自产业 政府与学术界的代表团访台 更证实台积电第三厂已经动工 台积电美国厂区进展备受关注 就我了解台积电在美国目前的状态还蛮顺利的 它应该会如期的把产品给弄出来 我们也祝福台积电 因为现在还是在试弄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还很好 郭志辉表示国际趋势发展呈现美中G2格局 厂商设厂考量贴近市场 政府要做的就是协助行诉对企业有利的环境 台积电到美国去一定有它选择的理由 就是它的市场几乎都在美国 所以它一定要靠近这个市场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不会有您刚才所用的形容词说被逼着去 台积电传出日版将设第三座厂房 经济部也定调将在九州设立服务公司 台日市场扩及5000万人 经济部定下目标 2028年AI软体应用排名 台湾要从世界的第25名挤进世界前三名 你这企业不能够一开始把它市场定位在台湾 你应该定位在世界 所以你如果定位在世界我就豁然开了 那么未来经济部的立场就是 帮助所有的这些小公司或者微信的企业 协助他们定位全球 针对国内成立细光子产业联盟 金长也允诺与厂商业者良好互动 将台湾品牌行销拓展到全世界 新唐人也在电视 黄冠林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 在电林聚焦 本周产业焦点 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展 三明康台湾盛大K幕 请政院长主荣泰 经济部长郭志辉都出席半导体盛会 产业大佬看好 产业将有20年黄金期 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半导体年度盛会 三明康台湾2024周三正式开幕 今年全球有超过200位高科技 半导体领域企业领袖直飞台湾 一堵产业最先进技术 葛奎主荣泰承诺 政府将做好投资环境 制造环境 台湾在AI浪潮有很好的基础 未来将重点摆在与世界连结 期待跟世界各国有更多的连结跟合作 共同培训人才 共同发展产业 共同研发新的科技 我们在这里的展览 是将高科技产业再推向新的一个高峰 今年国际半导体战以赋能AI无极限为主题 南港一馆二馆双主管登场 超过1100家厂商使用3700个摊位 进入代工龙头台积电 全球封测龙头日月光投控 两大CSV大厂Google 微软 HBN大厂三星与SK海力士 美商印裁和麦威尔等大厂同台开讲 美国大财协会也首度在Semicon设点展出 下半年的AI的景气我认为不会太差了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大的企业 他们一直在推展 明年可能会更大 业界对产业成长深具信心 Semi数据显示AI驱动高效能运算晶片需求 半导体产业进入强劲的复苏期 预计到二零三零年以前 AI半导体市场年复合成长率将高达百分之二十四 产业迎接二十年黄金时期 新唐人亚的电视王光宁审慧同台湾台北报道 半导体展上一场AI晶片试剂论坛受到瞩目 台积电执行副总敏玉杰和三星电子总裁 Google副总裁进行对话 敏玉杰看好AI年复合成长率至少达百分之五十 台积电三星Google科技大厂高层 齐聚全球最大半导体展Semicon台湾 大社论坛中世纪对话阵容相当精彩 邀请到台积电执行副总敏玉杰 并由日月光执行长吴田玉担任主持人 探讨AI晶片趋势 I think it is from the AI accelerator point of view 三星电子总裁先前在个人演讲中提到 预期二零二七年全球半导体营收规模 渴望达到八千亿美元 在于敏玉杰Google副总裁对谈中 先后谈到了对AI发展抱持审善乐观 但也看到应对挑战 三星竞争对手SK海力士 同样出席大师论坛发表演说 表示电力短缺就是发展AI面临的一大问题 SK海力士表示 正在开发具有低功耗 高容量高性能的AI记忆体 随着AI应用拓展 半导体大厂不错过趋势 紧抓上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一豪 曾鲜敏 台湾台北报道 好 AI跟高效能运算 推升细光子需求大增 台积电等半导体大厂 领军三十一家厂商 共同组成C米细光子产业联盟 将锁定包括光通讯 光达乃至量子电脑等领域 民业界认为 这将为半导体产业 带来全新活水 吴田玉 C米全球董事会副主席 即日月光执行长 比安纳厂商难得同台 日月光执行长吴田玉 台积电副总徐国进 以共同召集人身份 宣布邀及国内三十一家厂商 共同成立组成C米细光子产业联盟 业界直至 细光子将成为下个十年 竞争角逐关键 细光子的研发已经非常多年 技术有但是贵 一直停留在研发跟少量生产的阶段 因为人工智慧带来的压力 以及庞大的商机 所有的硬体技术都会被强迫超速前进 也就是说细光子的来临 会比我们原来的设定时程表来得更快 细光子将电子结合光子的技术 传输速率突破传统统线瓶颈 也还算力持续攀高 中短距离高速传输 导入光通讯已经成为新趋势 突破本来在电上面信号的极限 那尤其现在有光的注意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是电加上光的世代 我们讲的这个Ben Lewis Ben Lewis Density 它整个可以往上提升 那少说从十倍开始起跳到二十五倍 联盟涵盖面板光电系统设备厂商 举番国内鸿海电子大厂广达 材料分析业者饭权 IC设计业者联发科 机会代工业者利基电 世界先进等三十一家业者加入 联盟目标凝聚业界共识 加速细光子产业发展 同时掌握标准制定话语权 那我想我们台湾已经有很好的 半导地产业的基础 自然我们也一定有相对的优势 可以来进入到扩展到细光子 台湾有机会成为AI科技产业 一个重要的基地 具备速度和省电优势的细光子技术 正等待技术图为最后一里路 市场预估二零三零年全球 细光子半导体市场规模 七十八点六亿美元 年复合成长率上看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应用库级资料中心传输 物件感测甚至量子电脑通讯领域 台厂积极进军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登场 地缘政治下台日半导体将会面对怎样的挑战 文贸董事长陈敬才在半导体展的台日供应链交流会上说 全球化已经回不去台日半导体的互补天造地设 台积电雄本场二月举办开幕典礼 预期第四季开始量产 建设效率远高于美国亚利桑纳州厂 台日半导体产业链合作越发紧密 2021年のTSMCさん 生産国家JASMを作っていただいて 今年の年末までには創業を開始するという さらに嬉しいニュースになっ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在JASM的立场他有很大的一个责任 他想要这个就是帮助九州当地的一个供应链 可以发展的起来 所以当初我们很天真的过去的时候 就想把台湾的公司 或者我们去那边设立台湾的一个公司 究竟供应叫什么 可是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是应该要结合 这个九州当地的一个业者 因为毕竟这些供应链在日本 其实我觉得相当的一个强大 周五国际半导体展举办台日半导体供应链交流研讨会 化合物半导体大厂文貌 董事长陈敬才演说表示 台湾日本因缘巧合 在半导体产业上面分工清楚 台湾强项在IC制造 日本则是材料设备 两个产业供应链的上下有关系 如果可以结合的话 我相信它发挥对未来的先进技术的发展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材料的部分几乎80%是日本的 那设备也超过一半以上 看准台日文化价值观相似 地理位置相近 加上国际美中竞争大局势下 陈敬才认为 台湾和日本作为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中重要国家 台日半导体产业链合作是必然趋势 美国谁当总统 这个风向大概走不回来了 那已经这个世界的产业链 已经分成两大族群了 陈敬才说明 世界产业链分为两大族群 为台日紧密合作带来契机 并在和美欧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共同形塑 半导体供应链世界基地 路透社报导手机晶片厂高通 开始讨论收购处理器大厂 英特尔部分股份的可能性 荷兰政府最新公告指出 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 将扩大要求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爱斯莫尔两款身子外线曝光机的出口 需要获得出口许可证 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本周宣布 从十月开始将扩大检验电动车电池的安全性 并强制所有电动车制造商 揭露电池品牌和相关技术等资讯 新唐原雅客电视整理报道 台阶电前董事长刘德英出席行政院 首场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会议 发表专题演讲 他强调生态系是台湾在全球发展的成功优势 并认为世界新的产业链正在开始 行政院召开首场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会议 包括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金仁宝总裁许盛雄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等 多位产业界大咖亲自与会 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英 专程从美国返台发表专题演讲 下一个台积电 或是下一个对台湾有重要产业的 一定要看它是不是有可能 才能成为世界的供应者 刘德英列举台积电成功因素 包含聚焦半导体制造的商业模式 瞄准世界市场 政府推动逐科设立 聚集上下游协力厂商 以及建立创新文化 但老体为什么能够继续在台湾生育 主要就是Morris Law 因为这个技术每两年必须要升级 别的国家想效仿台湾的 想偷台湾技术的多所不在 那你偷也没用啊 你偷到以后两年以后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台湾要做的东西 是必须要继续继续能够创新的东西 刘德英也提醒台湾特有的工程师文化 交通运输以及公司协力的能力 都是建立产业生态系的优势 我最近在美国在建立电厂 就知道没有单一窗口的痛苦 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两位讲 其实这个是台湾真正的优势 台湾的这个ecosystem 所谓ecosystem 是台湾成功的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这个优势是一个 我觉得跟台湾的这个政府 公司协力有关系 刘德英表示 世界新的产业链正在开始 像是太空 绿能 生计等产业都是机会 更强调资料库产业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礼物 台湾千万不要放弃 要做出关键原件 让产业链依赖台湾 新唐人亚台电视高建伦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王仁勋 苏之锋 获搬台湾公言愿愿市 两人都大战台湾半导体成就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公言愿本周举行 院士授证典礼 包括回答创办人黄仁勋 跟超委执行长苏之锋都入列 两人以录影的方式赞扬台湾半导体成就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举办第十三届院士受证典礼 由副总统萧美琴亲自颁发 宏纪董事长陈俊胜 环球经董事长石秀兰 台中荣总院长陈世安 获搬殊荣 今年还有两位超级大咖也入列 两位巨头催生AI伺服器产业爆发成长 更与台湾紧密连结 经济部长郭志辉 工研院董事长吴震忠 院士施正荣 产业技人士童子贤 苗峰强等产官学界到场见证 我要再一次谢谢大家 对台湾未来科技的发展 鉴定重要的科技以及产业基础 成立满五十年的工研院 从晶圆代工到各项生态系 成就今天的护国群山 那台湾半导体现在不只是一个产品的输出者 它事实上是一个ecosystem 一个solution的provider 它是全世界所有半导体的partner 半导体公司 大家的partner 大家可以预期到的是 明年总体的半导体 全球半导体的市值会比今年再更大 AI首波浪潮 ICT优势半导体制造 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 但下一波趋势在哪里 刚从德国IFA 消费性电子展回国的陈俊胜直指 就在软体应用 人工智慧的推力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那接下来我们认为机会 大的机会点 会在新的商业模式的建立 那种值得我们的密切的观察 生产式AI未来爆发成长点 带给业界更多想象 工研院新一届院士名单 也看到产业新趋势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持千里省为同 台湾新主报道 好 继续来看到全球最大的 晶片围影技术公司 河商艾斯莫尔高层 也来台湾参加本周的半导体展 分享最新一代EUV技术 也揭示尖端制程赛开打 国际半导体展期间 全球晶片围影技术大厂 艾斯莫尔高层在台湾 分享新一代高数值孔径 极子外光技术 透过采用新的光球元件 数值孔径从0.33提升到0.55 单位面积 晶片电晶体密度提高至2.9倍 成像对比大幅提高40% 直接支援2奈米以下晶片生产 每小时曝光185片晶圆 当然造价也更加昂贵 简单来说简化先进制程 制造工序降低每片晶圆 用电成本 高数值孔径及此外光 拥有的平滑镜面 如果放大到地球一样大 最高误差 不能超过一张扑克牌的厚度 可见精密度之高 二零三零年全球半導體產值 渴望衝上一兆美元 資料傳輸需求推動摩爾定律 艾斯摩爾表示 首款高數值孔徑即死外光 去年首度出售給重要客戶 投入研發超過十年 這回高層來臺宣傳 也透露多家大廠都已經下單 新唐人亞太電視 武宗漢沈維同臺灣台北報導 臺灣半導體設備 國產化跨大步 機械業和工具機業者 積極投入產業鏈 今年兩大工會首次聯媒出席 半導體展 三米預估 測試和封裝相關銷售額 明年成長三成可期 空中無人搬運車快速移動 扮演晶圓廠 無人倉儲重要樞紐 國際半導體展 不僅是資通訊科技業者的舞台 國產設備業者重要性明顯抬頭 那走到先進封裝之後 其實我們都俗稱 所謂的晶圓晶封裝 開始其實臺灣的業者 多了很多的機會 因為它不是一個既定 現在有的solution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越來越多的臺灣的這一些設備商 其實是可以投入在 先進封裝的這一塊 所以從3DIC ChipLate 然後Coast這個部分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 這個opportunity 今年半導體展首建機械工業同業工會 及臺灣工具機 及零組建工會 兩大理事長連媒出席 三美今年與機械工會合作 設立精密機械專區 工具機業者也組團設立工具機智慧團隊 主演半導體後端製程 先進封裝市場需要 未來大家在談Net Zero會有一個趨勢就是 我的東西其實要更減碳的方式 在地化的做 在地化可能也給臺灣的一些業者 可以跟這些國際大的設備商 我可能在次系統 在零組件上我們可以做一個合作 半導體設備國產化商機走入新階段 打入頂尖廠商供應鏈 等於握有世界市場門票 三美數據顯示 二零二四年全球半導體製造設備 銷售總額年增百分之三點四 攀上一千零九十億美元 進入二零二五年將加速飆升 測試設備和組裝封裝 銷售年增幅高達百分之三十點三 及百分之三四點九 你看臺灣的設備 如果在日月光做過 在台積電驗證過 你賣到其他個股的時候 是不是就OK了 就是說我們以後有自己的供應鏈 以後除了美中之外 或者是臺灣之外 韓國之外 那日本的市場 東南亞 印度 馬來西亞 歐洲的市場 這些都是我們臺灣設備上 未來的機會 台積電宣布 COVAX產能未來翻倍再翻倍 台廠積極搶進 就看本土業者 如何提供多元解決方案 快速提升良率 提高產能 迎戰新趨勢 新大紀市高級人 沈維彤 臺灣 台北報導 好 帶您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總統 我們會不會再翻倍 再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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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已经不是第一次法务部调查局本周表示 8月中下旬总共查获八家露气 非法在台湾设置据点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 其中不罚中共央企和中共官方基金所投资与控股的露气 调查局侦办露气在台非法挖角 8月下旬在双北台中新竹四地同步侦办 查获八家露气以甲外资在台成立据点 挖角高科技工程师 八家露气非法在台挖角我高科技人才案件 总计动员超过135人次 搜索30个处所询问65人次 八家违法露气不罚中共官方投资的公司 像是中国上海汉星科技 接受中共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 中共财政部发展基金 中国同方公司则由中共央企中和集团控股 利用境外空壳公司在台设点挖角工程师 并企图取得相关技术 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挖角向来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部分 台湾是以科技立国 然后怎么样维持我们在科技上面的这个超前 那么这个实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露气违法挖角平船 中共官方扶植的公司也违法在台设点 窃密 挖人才 陆委会咨询委员会近日也指出 中共与西方国家经贸关系紧张 对台人才挖角与窃取核心技术 恐怕更为频繁 认为台湾应该避免成为民主阵营破口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维 刘自寅 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半导体产业要拼在2028年 全体增加2.6兆 并增加25万个就业机会 欢迎回来台湾政府推动五大信赖产业 包含半导体 人工智慧 军事工业 安全监控和次世代通讯 行政院也定下目标 2028年产值要增加2.6兆新台币 还要增加25万个就业机会 国际最大半导体展 SemiCon Taiwan正在进行中 全球超过200位高科技 半导体领域企业领袖飞来台湾 半导体为台湾重要产业 行政院目标打造台湾成为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主导者 预计到2028年 新增新台币2.6兆元产值 半导体的产业能够成长 这个产值能够成长百分之六十几以上 能够新增2.66兆的产值 新增25万个就业机会 在半导体产业方面 未来需全力维持晶圆代工 IC设计以及封装测试等 三大领域的领先定位 并提高设备与材料自主能力 以壮大台湾的影响力 总统赖清德上任喊出 五大信赖产业 行政院周四说明推动方案 包括半导体要稳固晶圆代工 封测全球第一的地位 半导体材料产值增加三成 设备产值倍增达到八百亿 近期重要的科技趋势AI 国发会也提到 推动AI 软体 资安等数位经济产业 2026产值突破兆元 并要提升产业AI应用的普及率 而在军工产业 要让台湾成为亚太第一 无人机民主工艺链中心 产值要在2028年之前成长十倍 另外包含安控和资安 次世代通讯也都做了规划 具有高度战略意义 不仅强化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 关键地位 有利我国与民主阵营紧密连接 更有助于促进各行各业的竞争力 创造高薪就业 以及提升国家整体的安全与任性 行政院表示 协同经济部国发会和相关部会 密切合作 并纳入先前经济发展委员会 和顾问会议的结论 加速达成目标 新唐人野太电视 赤千里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导 台湾风电发展在下一城 台欧企业联手 位在彰化外海的中能离岸风厂 超前完工 写下绿色金融新记录 预定今年底并往上转 台湾中能离岸风厂 4号举行完工感恩典礼 由台湾中工及丹麦商CIP 共同开发 不仅近期成国产化 就成由台湾本土融资 八大公股银行全数参与 是台湾风厂唯一全厂超前 完工并往 一连创下三大纪录 从示范奖励计划到这个潜力厂值 然后以及一系列的相关的政府补助 比如说前面的这个整个CAPEX建厂补助 到后面的这个短钩电价补助 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 所以在这样子的robust的regulatory framework底下 我们选中了台湾 我们已经完成了31座 9.5MW风机水下基础 还有机装的在地制造 跟海上的安装 我们也已经完成了 总长度达到175公里 海底电纜的一个铺设 在台湾与欧盟为国产化争议 咨询前夕 这项成果显示欧商支持 台湾政府合理国产化政策 中能临岸风场位在彰化外海 占地36.5平方公里 今年底前有望取得电业执照正式商转 整体股权结构台湾中钢有51% 欧商CIP占49% 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1亿度 年减态55万吨 可供电30万家户 2016年开始台湾力拼国产绿电 不仅欧商大力支持 更有台船环海等代表性台湾厂商 中南风场是继张芳西岛离岸风场后 再度达标交付的台湾最高国产化风场 具有指标性意义 新唐人亚在电视 陈魂魔力运晓 他们台北采访不懂 好 但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9月9号财政部公布8月出口统计 9月10号苹果新品发布会 9月12号欧洲央行公布决策会议 9月12号台积电出席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